朝核危机由于韩国举办冬奥会而得到的暂时性缓和 大有被彼此之间的严重不信任冲击掉之时 刚刚出现的希望之光再次烟消云散 而俄罗斯方面的最新消息 又给半岛图片了不少阴云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正在日本访问的俄罗斯联邦委员会 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康兹·科萨切夫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 朝鲜的核适应核导弹事实情况很可能还会发生 他说 只要还有干涉朝鲜内政的威胁 这种增加核适应次数的趋势就会存在 科萨切夫还指出 日本研发板岛系统购买宙斯盾系统 还有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核协议的不负责任的表态 都引发了朝鲜的额外关注 这些都是解决冲突的徒劳战略 科萨切夫介绍 破坏伊朗核协议将为朝鲜借助 自行制造核武器以抵御万部干预产生更多动力 无疑 俄罗斯高官此番表态足够客观 尽管国际社会可能都不期望出现这样的局面 但事实就是事实 在美韩拒绝让步继续施压的情况下 朝鲜似乎别无选择 他也许认为唯一的出路就是对导弹与核武的极端追求 这能给他带来安全感 美国方面在半岛方向的巨大军事投入 韩国部署萨德 日本引进宙斯顿 以及美国对待伊朗的态度 这众多的事实只会让朝鲜更加相信 放弃核武就是子路一条 保有核武才可能有一线生机 那么 在他确信获得美国方面的安全保证之前 自然是绝对不会弃核的 不得不说 朝核危机发展到今天之境互误解的程度 美国是难辞其咎的 事实上 朝鲜曾多次维管提出 希望用一个和平条款代替 停战协议 以结束美朝之间的战争状态 但美国对此置若罔文 以他惯有的霸道和自负 认为朝鲜不可能研发出核武器 更不可能威胁到美国本土 但事实证明美国错了 而今 如果美国还要坚持他的一意孤警 试图通过经济制裁 军事威慑和外交孤立三板符解决朝核问题 让其屈服 那么 只会重蹈历史覆辙 这是不可能得逞的 朝鲜和其他国家都不一样 他有自己的骄傲 譬如背靠中俄两个大国的独特地理位置 以及事实上的拥有核武 这些都足以遏制美国的动物野心 也就是说 朝鲜几乎笃定美国不敢轻举妄动 只要自己没有特别出格的行为 客观而言 让朝鲜弃核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但美国胜少必须用两个条件作为交款 其一 是安全方面的绝对保证 这不仅仅包括和平协议 还包括撤出他在韩国的大规模驻军 其二 是帮助朝鲜实现经济发展 对其进行经济援助 或许 美国觉得谈判的代价太大 所以才迟迟不愿意打开谈判之门 尤其是双边谈判 而是试图通过别的方式解决 关键的是 美国在半岛还有着更加因恶的企图 那就是牵制中俄 捆绑日韩 但是 问题在于 和平谈判是唯一的出路 别的方式完全行不通 因为后果可能是无法想象的严重 近段时间 朝鲜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了谈判意愿 只是美国还没有想明白 等他筋疲力尽时 谈判之路才会重启 而在这段时间 紧张还是在所难免的 朝鲜的射导是和是不会停歇的 无论如何 美国对朝鲜的军事威胁必须首先停止 这是半岛得以和平解决的先决条件 美国当好自为之 切莫再把朝鲜往险路绝路上逼 否则 谁都落不得好 不过是各鱼子王破 朝鲜已经近乎义务所有了 作为光脚的 他还怕穿鞋的吗 受伤了 我说那些什么事 是 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 也不愿意 有什么事 也不愿意 有什么事 你 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 你 有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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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感谢观看